好 中国经济2024年处境非常的恶劣 我们从各大媒体的报导就可以略知一二 在7年失约率飙升 股市低迷以及外资撤离这三重打击之下 各大产业引擎都开始趋于停滞的状态 而现在更有最新的消息指出 就连看似如日中天的社群平台公司 也陷入营运危机了 好 那今天的环宇道话题 我们就以小红书为例 带你来看中国APP产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好 那上期提到小红书这三个字 就连台湾的年轻人应该都相当的熟悉吧 这被封为中国版的Instagram的平台 目前用户是破2亿 甚至一度攀上全球热门社群平台第6名 但问题是纵观这些条件 这个中国头号APP应该正属于流量高峰期吧 为什么现在我们反而又说它陷入营运危机了呢 这是因为根据中国媒体凤凰科技网的报导 小红书近几天来竟然启动了第一轮的裁员计划 那据说这个是要大刀阔斧砍掉 30%的员工 等于是所有绩效评级在3.5以下的员工 全部都是直接叫你离职走人 好 那么在这个消息曝光之后呢 就有匿名的小红书员工进一步的证实 即使除了这一裁员这件事属实以外 公司还对员工的年龄开始有严格的要求 虽然表弟那入职的年龄上限是35岁 但现实中连32岁的年轻人也难以获得工作机会 好 那说到这里想必大家最大的疑问来了 那就是讲了这么多 那这场大裁员的背后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好 那就有业绩的人士透露 这是因为小红书新上任的高层 对人效比也就是人力资源效率非常的不难 据统计啊这里的工作效率只有电商平台拼多多的一半 那么这样的业绩呢 根本也赢不了其他的竞争者 所以资方才决定要透过裁员的方式来优化整体人力的成本 但其实在此之前 小红书的离职率本来就非常的高 许多人在入职才三到四个月之后就自行选择离职 平均的在职时间也只有半年 这也是为什么只要能在小红书撑过两年以上的人 就会被公司的其他同仁称之为活化石了 而这超高的离职率的背后 也正是因为公司频繁的组织架构调动高层摇摆不定 战略方位模糊让员工们都是摸不着头绪 以上就是这节的怀宇大话题